这是学校最狂的校拔 站着自己有一个大块头的混社会男友 在学校内是为非作歹 单干有人惹到他的手下 就会带一群人冲进教室 咔咔上去就是两个大嘴巴子 并且还让女孩放学别走 乖乖去后院等着挨打 可他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转校生并不好惹 最后就算是叫来自己混社会的男友都不好使 原来女人名叫采英 曾立属于某只女子特种大队 退役后当起了卧底警察 前不久当地最大黑帮的老二反水 准备投靠警察 可两边正要街头老二却突然逃走 于是警察决定从老二正在上学的女儿着手 想从他的身上找到他父亲的行踪 于是采英被派往学校 伪装成了一名插班生 他看着自己的目标小夕 正想着我该如何接近 乃至直接被绊倒摔个四脚着天 刚下课同桌就满脸疑惑的看着他 年纪轻轻你就这么多皱纹 你是得了老化症吗 采英气炸了 直接羞辱了同桌一方 此时其他的几位同学回头 你惨了 他可是我们学校大姐大招的人 果不其然 大姐头很快的就带人找上门来 追见他一把扯住了采英的衣领 你很嚣张啊 转学第一天你就敢忍老娘的人 无分时间乖乖来院子里挨打 说完 大姐头对着采英又是挤巴掌 一直强忍怒火的采英终于忍不住了 他直接叫住女小八 问他操场在哪里 结果下一秒他们个个都是鼻青脸肿 将这一群小八狠狠的教训了一番后 采英连忙赶到食堂 他可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他端着饭就坐在小夕的对面 刚想着如何开口到个近乎 那只他直接起身离开 采英懵了 这么高冷的吗 就在此时 一个男孩突然坐在他的身前 他很害羞 我叫君浩 不如你和我叫个朋友 采英突然感觉到一丝久违的紧张 想不到老娘的魅力依旧可以让小男生为之倾倒 原本的采英也没有太在意 那曾想着君浩似乎是完真的 无时无刻的不再盯着采英 采英有点头皮发麻 自己只是卧底啊 可不能伤了纯情小男生的心啊 第二天 采英特地安排警察同事伪装成混混去拦路 想要来一波特别的英雄就美 那只走到半路 女校霸惊带着她的男友围乐上来 采英看了看越走越远的小夕 今天我很忙你能不能改天 不料面前的胖子嚣张的凑了上来 说自己三分钟内会放倒她 很快的采英没头一中 你真的惹我生气了 结果胖子更嚣张了 采英直接给她来了一记钻子绝孙角 着急的采英赶紧前往约定地点 哪知远远一看 对面竟然打了起来 这句号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动作那叫一个潇洒恋物 一人打一群那是丝毫不虚 采英健壮赶紧呼叫同事撤退 英雄救美的功劳被抢 采英只好装作偶运 上前和两人打招呼 君豪虽然打赢了 但是脚踝还是受了伤 送小夕回家后 采英有些心疼的帮君豪包扎起来 两人的关系呢 反倒是因为这一次亲近不少 第二天也不知道 是不是君豪英雄救美的缘故 她和小夕反倒成了好朋友 采英躲在走廊看着两人 心中莫名有些酸溜溜的感觉 夜晚采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脑海中全是君豪打架时 潇洒的身影 她拼命摇头告诫自己 人家只是个小男生 可不能老牛吃弄草啊 可越是这样想 心里那一种悸动就越来越强烈 睡不着的她出门见上级 上级告诉她 黑帮老大因为证据不足 已经被暂时释放 小夕可能会遭遇危险 让她尽快完成任务 说完便递给她一包任务经费 拿着这一幕 竟被采英的同桌看了个正着 她走上前 满脸理解的看向采英 啊不用解释 我都等 每个人都有难以启齿的境遇 采英看了看守真的前 瞬间明白了一切 她还想再解释解释 却不想同桌点了点头 给了她一个恋爱的眼神 随即转身变走 转眼到了第二天 采英刚到食堂坐下 不料同学们竟纷纷起身离开 她还没有懂是什么情况 就看到小夕主动的做到了她的身前 原来同桌那个大嘴巴 竟四处宣扬昨晚她看到的一切 搞得采英找干爹的事 被弄得全笑皆知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出生单亲家庭 父亲还是黑包二把手的小夕 反而觉得自己跟采英同病相连 两人竟这样成了朋友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处 两人的关系呢 越来越好 小夕终于敞开了心扉 向采英述缩起了她父亲的事情 很快得知 小夕父亲行踪的采英 立刻就与上司 对她的父亲进行了抓捕 行动开始前 采英心里突然感到莫名的难受 总觉得这样是对朋友的一种背叛 可这一边刚准备行动 黑帮老大的人马竟然突然出现 被吓到的西坝转身就逃 警方与黑帮的两方人马一起出动 姜老二包围在了地下停车场 眼看他走投无路 一名机车男突然闯入人群当中 他与西坝交换了一个眼神 他想趁机逃走 而机车男见状也想离开 乃至一旁的赵警官举枪便射 采英怒罢他是个疯子 停车场那么多无辜的市民误伤了怎么办 乃至赵警官气急败坏 竟直接拿枪顶住了采英的脑袋 让他赶紧闭嘴 这么一折腾 机车男也逃之夭夭 采英一番检查 在地上发现了一块手表 这怎么和郡浩手上的那一块表一模一样 他马不停蹄的赶到郡浩下 不料郡浩刚好慢他一步回来 看来郡浩呢 也不是普通的学生 他很有可能就是救走西坝的机车男 体育课上老师点名 让郡浩出列进行摔跤演示 乃至采英突然自告奋勇的 要与他对战 知道采英警察身份的老师 赶紧凑到他身边 人家只是一个学生 下手清点 那只采英面不改色 比赛刚一开始 采英上前就是两个过肩摔 随即直接将郡浩压在身下 原来通过警察局的调查 采英这才得知 郡浩压根就不是什么学生 很有可能是黑帮老二 派来保护他女儿的手下 回想着两人这段时间的相处 采英总感觉 自己好像被欺骗了感情 毫不知情的老师 看着两人仿佛搏命般的对战 目瞪口呆 这是有什么血海深仇 终于 采英一下将句号击倒 出于愧疚 采英主动的向小西坦白 经过了内心的不断挣扎 小西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采西 他跟随采西回到了警局接受保护 不料就在当晚 一个神秘人突然潜入了警局 他将门口的警卫放倒 慢慢的靠近小西休息的地方 乃至是上司 原来上次上司就怀疑内部出了奸细 所以故意拿小西设了个局 引蛇出洞 只是没有想到把自己给搭了进去 采英才抹着眼泪 开车的胖警官突然深吸一口气 一打方向盘 静止往黑帮的仓库而去 等采英发现不对 他们已经被黑帮小弟团团围住 原来胖警官的妻子生病急需手术费 于是他竟然主动接受了黑帮的收买 采英愤怒的下车想要动手 却不料对方早有准备 画面一转小弟压着小西走进了仓库 看着女儿的西坝又急又心疼 而老大一副很讲武德的样子 让小弟放开小西 他要与西坝来一场男人间的对决 如果西坝赢了 不但女儿可以重回自由 他还将直接成为整个黑帮的新任老大 两人当即扭打在了一起 可这老大只是看起来凶 进攻了没两下 直接就被西坝按在地上一顿乱锤 眼看老大已经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突然有人放暗器 慎重麻药的西坝被老大轻松打倒 只能无助的望着女儿的方向 老大呵呵一笑 我可没说不能有场外援助 真是个老六 他抽出了小刀 直接给了西坝一刀 追击起身便走 只留小西绝望的哭喊着 这一边 清醒过来的彩鹰遇到了前来找人的俊号 两人撑进了仓库 就与黑帮小弟扭打在了一起 没两分钟 这一群人就被彩鹰打得丢盔气甲 老大连忙驾车要逃 却被彩鹰直接追上 他将车辆截停 把老大从车里拖了出来 就在这时 一只手枪却突然顶在了彩鹰的脑袋上 原来赵警官就是警察内部的奸细 也是他将彩鹰的上司杀害 还伪冲成一副 刚刚发现案发现场的样子 然而赵警官不知道 对于没有父母的彩鹰而言 他那个上司兼叔叔 其实一直被他看作父亲般的角色 杀父仇人就在面前 彩鹰直接连命都不要了 他发狂般的与赵警官扭打在一起 最终警察支援赶到 整个黑帮被一网打尽 击败幸运的没有死去 而财鹰也功成身退 来到学校与同学们告别 而他也和俊浩谈起了恋爱 好了 电影《逃学威风》到此结束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我是冰糖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